圓頂吐司的成品 頂部呈圓形 中間不可縮腰 四周要呈現方方正正的形狀 大家好 我是張哲偉老師 今天由我來為各位示範 圓頂吐司的製作 圓頂吐司屬於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項目 在製作過程中 我們要注意 麵團不可過度趕壓 並將其順勢捲起 否則會影響發酵 以及成品的外貌 我們每條吐司是560克 依據試題抽出來有分別是 三條 四條 五條 糖 奶油 麵粉 比例是10比10比100 接下來就為各位示範做三條的部分 我們要製作的材料如下 那首先 麵粉呢 我們就先倒進來攪拌缸裡面 接下來是奶粉 鹽巴 糖 以及酵母 那這邊呢我們把乾性材料倒進來以後 那原則上 酵母跟鹽巴不要接觸到 那因為如果酵母接觸到鹽巴以後 那它就不容易產生這個作用 那倒進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濕性材料喔 水跟蛋也分別一起倒進來 好倒完後呢 我們就到攪拌缸去攪拌 好 那首先我們轉低速喔 讓它先做攪拌 拌合均勻以後 我們再轉中速 好現在呢差不多均勻了 我們就稍微停一下喔 好轉中速 好現在呢表面都看到光滑了喔 我們就把它做一下拉鋸的測試喔 看看它的破裂面是不是有稍微的鋸齒狀 像是破裂面的鋸齒狀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再放入這個奶油 來做拌合 好我們放入奶油以後喔 第二次攪拌 攪拌完我們就停止喔 來做那個第二次的這個 擴展的測試 好擴展到像是成薄膜狀 然後呢光滑平整 那就呈現一個完全擴展的情況 那表示呢 我們的麵糰就已經 我們的攪拌完成了 好那取出以後呢 我們炒盤上面 我們就先抹一點油喔 好抹好油之後呢 我們將這個麵糰拿出來 好麵糰取出後 我們做個整形 讓它表面呈光滑狀 麵糰放到這個炒盤 接下來我們將進行基礎發酵 那溫度控制在28度C 濕度控制在75% 時間控制在40分鐘 好OK 我們第一次的基本發酵完成 那我們判斷一下麵糰 有原本大兩倍以上 那怎麼樣測試它發酵完成呢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取一杯水 然後用手指沾一點水 從中間吃進去 再拔出來 只要看麵糰呢 它並沒有什麼變化 那表示就是發酵完成了 原則上這一個 三條的部分 一條就是560克 讓我們把它分成三等份的部分 記得棒秤先把它歸零 好我們先把它分割成一團 麵糰就是560克的部分 好三個都是560克 那剩餘的麵糰呢 原則上不要超過百分之十 這個部分煎平到之後它會抽策 分割好的麵糰 我們就把它整形 我們就從兩側把它 擠一下 讓它變成一個 圓形狀 放回到烤盤裡面 那收合處呢 就朝下放回烤盤 待會呢 我們就做 中間的發酵 好那現在分割整形完了 我們就做 這個中間發酵 就拿過去 好我們現在將圓頂吐司 放到發酵箱裡面 那發酵箱的溫度 為28度 濕度控制在75% 那發酵的時間20分鐘 好這個中間發酵完成的麵糰 我們將麵糰取出 將它瘦身 瘦身完呢 我們從中間開始往下擀捲 接著呢 往上方的地方擀捲 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就這樣這個 過來 將底部 然後呢 順勢 輕輕的 捲起來 捲完後呢 我們將收合面 朝下 至於烤盤內 三個我們都做完以後呢 我們就要做最終的發酵 那發酵的溫度呢 是38度 濕度呢 控制在85% 發酵時間40分鐘 這個圓頂吐司呢 我們只要看它發酵到7分滿 我們就可以送進去烤箱 我們將圓頂吐司送入烤箱 我們將圓頂吐司送入烤箱 上火150度 下火230度 先烤20分鐘 好 經過20分鐘以後 我們就把它拉出來 轉向 再設定20分鐘 好 成品出入以後呢 我們在檯面上中敲 必須喔 將這個吐司倒出來 將它立起來 好 這邊的成品呢 首先一定 高度要高於模具的高度 那 第二個呢 是開裂口 不可以大於10% 第三個 左右兩側不能有側腰 凹縮的情形產生 是 製作圓頂吐司的過程 我們在趕捲的時候 動作一定要一致 那做出來的產品才會完美 那也請各位同學多多練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